大家好,这里是一球几乎成名,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成名之路第39期 我们呢,先开一张这个preorder送的金卡 看看能有什么不错的球员 第一次开到RAR的球员嘛,这个还可以用了 叫做Bravo,来自巴萨 我准备组建一只西甲和,反正一只混合的阵容吧 可能想找一个西甲的门将,本来想买的 然后抽到呢,就先留下 后续比赛呢,大家就能看到了 然后换个足球,剩下的就都卖掉了 我们还在第四吧 在第四,最后一场比赛 看看能不能这个拿到抬头 升级肯定是肯定的了 然后这两个队伍也用了好久了 然后,这叫合同卡也不足了 还没想好要不要踢完就把这两套阵容卖掉 所以呢,直补了一张合同 我们用回这套4231 4231,4321 看看我们第一个对手吧 从这场比赛吧,是这场比赛吗 我看一下啊 还不是 下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是打补丁之前的最后一场比赛 然后呢,碰到的对手呢,是4234 前面是科斯塔,还是一套很不错的英超阵容啊 这个中前场还会非常强的 你注意到他用这个,这个鲁伊斯踢这个 踢中后卫吗 我也是刚刚看到哎,拉米 还是叫雷米 随便呢,就 大家随着我好了,谢谢 然后呢,这个球还是没有进 还是有机会的 这个主要是赶到了这个萨拉赫的右脚 他本来是个左脚球员 然后呢,人家拿到一个脚球进了 运气真不好 N9不被进脚球了 还被进了一个这么关键的比赛 又是萨拉赫输入给拉米 射门 主要是有身位,有后卫在干扰啊 没能打进 人家要拿到一个胶球 这个球呢 门键为什么不扑 好奇怪啊 然后打掉远射还是稳稳的拿下了 中场结束之前 一个死路 刹回科斯塔 边路 桑切斯再回来雅拉托雷 失位了 这个大脚 开的一般了 下半场 这就是我知道为什么放不了速度了 你看他三脚 我什么机会能碰到他 就最后这一下吧 然后被人过了 阿扎尔 阿扎尔 2-0 56分钟 对方还有机会 又是科斯塔 把我们缓过去 又缓过一个人 这个球确实是防这个踢的很着急啊 因为 零边落后了嘛 不过呢 被禁了以后反而心情稳妥了些 就不太就不太想着这个实用的问题了 而是这个关注在比赛里 我们又把球抢回来了 迪奥迪传给德派 打在立柱上还是弹进去了 1比3 又是科斯塔 他护球护的还是很好的 主要是他不是很着急啊 都是在等这个机会在这个传球 这个球啊 很幸运 如果没有这个守下来的话呢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拉米 福尔 再传给 再传回来 哇 很漂亮 2比3 81分钟 我们还是有机会 雅拉托雷推进 一个死住 又死住 科斯塔 他又打偏了 在我们后备的干扰下 迪奥迪已经不实了 然后拉米 跟福尔 做二过一 一下被他铲掉了 他退了一个直船 我们毫不犹豫的就铲了 因为已经90分钟了 即便给我红盘 我也要把它留在那里 果然是红盘 王门华 被罚下去了 不过没有关系 刹那间就消失了 又这样 对方开了短角球 我们第一下断到了拉米 然后我们继续逼抢 正续把这个球拿下 果然抢到了 一个甲后 缓开 一个包肉 再躲开他的铲截 然后直传给萨拉赫 利用速度 躲开两个福尔队员 最后呢 传给了德派 稳稳的把球送进了3比3 真的是没敢射呀 看看我们还有没有机会 没有了 他开出来之后呢 这一场比赛就结束了 最后呢 是平了 没能达到title 但是我们还是升级了 升回到第三 从下场比赛开始 就是 也给这个 非法打不停之后的比赛了 就是 改进了站位 就是防守队员的站位和这个死路 我们先看看我们要用的第一套阵容吧 就用到这个 我们抽到这个Bravo 还是很不错的一个门将啊 除了position稍微差一些呢 剩下几个关键数值啊 都非常好 身高6尺1 接近1米9 然后 都是很不错的 然后呢 右后位是叫做 德马克思 然后速度非常快 有90 然后身体也 不错 有82 然后呢 价格1500 还OK Walk rate呢 是high和medium 也对于变后位来说呢 也 很正常 然后呢 第一个中后位呢 是 拉伯特 速度67 防守83 身体80 身高 62 价格非常便宜啊 只要700 用了用 感觉还是 不错的 中规中矩 没有什么失误 因为这个 加了补丁之后啊 这个后位的速度 反而不重要 我更看重 他的这个防守啊 然后 我们投资了这张黑卡 慕斯塔菲 速度69 防守85 身体啊 80 然后呢 还加了shadow 就是加速度的这个 Camp Street 买的时候呢 是13000多 现在也没怎么涨 这两天又Market Crash 因为这个Black Friday 还有这个 梅西的这张 破纪录的兰卡 后天埋怨能挣钱啊 到时候出去的时候 不赔就好了 后腰 古斯塔沃 非常好的一个卡 然后也不贵 因为改了位置呢 所以小贵 2900 另外一名中场呢 德布劳内 我们之前也用过 也是因为改了位置 价格 4400 还好了 五颗星的弱势角 4颗星的Skill Mousse 数值都非常均匀啊 虽然防守低一些呢 但用起来还好 然后左边呢 是克鲁斯 速度很 速度不快 但是 追不领和射门 传球都非常好 然后价格 一万五千多 五颗星的弱势角 然后他又叫原射 所以呢 这张卡 我用着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张呢 也是我们投资的一张卡 佩里希奇 速度81 拱救80 射门84 然后呢 买的时候 一万七 因为这个 他加了Cemistry Hunter 也非常贵的一个Cemistry 也是加速度和射门吧 我想中 然后呢 投资了 以后呢 也要用一用 然后呢 左边的是 格里兹曼 我们也用过 其实 主要没什么选择了 主要是为了BlackHunter 然后为了和这个 前锋 慢组西齐 慢组机齐 但是还OK了 四颗星的Skew Mousse 速度也很快 85 空球83 前锋呢 就是慢组机齐了 83 价格只要1000 Workgrade HiHi 非常好 还能帮助防守 虽然Skew Mousse 不是四颗星的 但是也还好了 而且身体非常壮 87 估计偷球也不错 因为这个 Physical跟头球啊 身体啊 都有关系 射门也非常好 82 用起来还是非常好的 射门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左右脚都可以射 在这个后续的比赛中呢 大家就能看到了 我们先用这套 4321的提我们这个第三的第一场比赛 也是很期待 然后放上对手 5212 一看就是防守反击 然后是一套 英超的阵容 但是我在想 如果你防守反击的话 你前面两个前锋 这样速度会不会慢一些 虽然身体都非常好啊 然后呢 开场第十分钟 我们 克鲁兹 传给格里斯曼 直接一脚之三 传给曼族机器 就单刀了 非常漂亮 1-0 这样一八步 不一定能射进 18分钟 卢卡库 利用速度和身体 可惜差一点点 打在横梁上 然后呢 他们接着还有机会 卢卡库又是一套四处 你看这个四处 根本一般就传不过来 我们很轻松的 就这个化解掉了 然后再传给边路的沃克 还是卢卡库 他没有什么办法 长小远舍 要打在横梁上 运气太好了 42分钟 古斯塔沃传给克鲁兹 还是克鲁兹 再传回来 曼族机器有一个跑位 然后呢 这个球本身我没有挺好的 反而把这个对方后卢过去 2-0 佩里西齐在边路 过了一个人后 四处给德布朗内 再四处给曼族机器 这个球真的是很矫情 因为我看已经快四处分钟了 我就随便往里面一传 就是 还这个 骗了个点球 运气真是 好死了 换回这个曼族机器 发电球 这是什么物理啊 球赛 球赛那样嘛 无所谓 然后我们发迹了3-0 这个加温补定之后呢 我踢的还是非常的 怎么说 非常的顺的 因为 死路几乎就不需要防守了 我只要这个 不着急卡好位置 然后控制好 它又打在立柱上了 我现在严重怀疑 这个 这叫什么 EA的这个 先说回来 刚才那个下半场 我没有录下来 实在不好意思 但是呢 最后比分呢 我印象中 就是 是4比1啊 还是3比0啊 不是没有录下来 是它 Rage Quit了 啊 sorry 它不是Rage Quit 乱掉了 最后比分是4比2 反正我们是赢下来了 然后换到这个 我们建的第二套阵容 还是一套 4 3 2 1 我们来个看一看 这个门将呢 也非常好 来自法甲 只要1000块钱 是这个高性下比的一个队员 这个帖子呢 我发到了这个微博上 大家可以去看 然后呢 几个位置都非常好 只是这个开球门球差一点 没关系 优惠位呢 克尔曼 虽然英超里比较不错的一个优惠位了 主要也是为了配Campstreet 然后呢 价格1800也不算很贵了 速度也很快 81 放手78 身体77 我用着还是不错的 而且他控球也不错 就是如果他 如果这个对方紧逼呢 把球传给他呢 还是可以倒一倒脚 控一控球的 然后呢 后卫曼格拉 速度76 放手79 身体85 然后呢 价格要6500 因为看大家都对他的评价很好 所以我买来用一用 感觉还是不错 主要是身体非常壮 然后速度也不慢 很容易从这个对方的前方手底下把这个球啊抢下来 手底下 脚底下把这个球抢下来 另外一名后卫呢 瓦拉纳 然后呢 价格2700 也一部分是为了back hamster 一部分呢 他用着也不错 然后呢 速度76 防手83 身体稍微单薄一些 但是呢 很高 有1米9多吧 左面这帮后卫呢 也是为了back hamster 然后他本身也是不错了 然后速度80 防手75 身体76 而且他控球也不错 但是价格呢 稍微有些贵 3300 主要因为 估计他是在黄马吧 可以配caps 所以队员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呢 中场four我们也用过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非常好的一张卡 然后呢 唯一我们又留下了 接着踢中场这个位置 他在这个位置表现 这后续比赛就看到表现非常不错 然后呢 左后用的是赫迪拉 本来想用克鲁斯啊 但是没办法 不可能 不可能他在两支队伍都出现 就得给他加这个 就得加体能了 所以用了赫迪拉 然后右前位呢 是麦克雷迪 麦克雷迪 然后有5颗星的skim 4颗星的弱势角 89的速度 85的控球 价格贵呢 是因为这个位置是RF 是做边风 所以呢 贵一些 其实本身这张卡是很便宜的 左边那是德派 速度91 控球84 我们还是留下了 这个 我还是很喜欢他的 就是弱势角差一些 前锋呢 卢卡库 速度呢 84 手门80 三颗星的skimus 三弱势角 四颗星 所有角都可以设 然后价格3800 也不是很贵 然后其实这条阵容的变化可以很多 就是他的前锋 右边锋这个位置 你可以换不同的英超的 这个队员 你像我上期用的就是雷米和萨拉赫 然后你还可以用斯特林和斯鲁里奇 或者斯鲁里奇和巴鲁特利 然后呢 所以变化还是很多的 我们 看看第二场比赛的第一个对手 433 一套西甲的阵容 应该不是西甲这种 西甲和西班牙队员的阵容 还OK 他用这个伊斯科踢前锋啊 伊斯科速度很快嘛 我没有用过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我没有什么印象了 13分钟 他在我们进去先捣脚 非常的耐心 这个球 没放下来没放下来 不可能所有球都放下来 48分钟 输入给麦克雷迪 上半场就他这脚射门啊 然后唯一的单刀机会 咦 差一点点 还不如把门匠顺势过掉 我们快发球门球 快发脚球 然后做个麦克雷斯品呢 就是一谈名字并名的 然后被绊倒了 然后我叫了一个队友过来 但是我想了想 这个位置不是特别好 还是坐脚穿中吧 没想到 赫迪达没有人防守 顶进了 1比0 这个位置 直接发出来比脚球 貌似要好很多啊 几乎没有人防守啊 进头球的感觉 最近也不错 52分钟 对方开场想solo嘛 断了一下 没有断下来 馋了一下也没有馋到 但是呢 你看到我一直没有 就是换后卫上去 一直是控制中场 或者这个前锋过来斜防啊 所以他他面对我一名后卫呢 也没有什么办法 最后他拿到这次机会呢 是我们传球失误 所以呢 大家可以试试 防这个 开场过人啊 这招可能还OK 不虽然不可能每次都防下呢 但是我觉得 概率还是很大的 60分钟 60分钟 我们在他进区前一系列配合 最后还是做一小支塞 为一 2比0了 上场是我们先进的球吗 我秒钟是他进的球 sorry 那个球是我们进的吧 无所谓 79分钟 我们又防下了四路 他四路几乎就是 这板里这个加了普丁之后啊 几乎就是没有什么机会啊 然后这个球丢的很郁闷 互相一撞 还是撞进去了 但是呢 没有关系 我们最后还是2比1赢下了 这个 随着这场比赛结束呢 然后呢 我们这期节目呢 也就到这里了 目前为止呢 感觉踢的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加量补丁以后 谢谢大家的观看 然后呢 希望你喜欢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